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家长如果是子女差不多毕业的时候 或是经历过高校的学生 都会知道这个派对子女来说是多么重要 我还记得那些小朋友 无论是选择合伴侣 穿什么衣服 所以这些对她们来说 以后在她们的人生之中 都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你刚才说的鲜花也是其中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 非常同意的 近两年还有一件事是很特别的 是叫做Promproposal 就是说我是想你做我的伙伴 我是去买一盏花 去请求你 去邀请你 可不可以做我的伙伴 这个是非常流行的 所以这些鲜花有多少个用途 不同的床 就算说到刚才你在学校里面 这些年轻人小朋友 他们在毕业礼之前 都有这么多的途径 用这些鲜花 那可不可以跟她说一下 其实你刚才说的Promp 或者是刚才你说做这个 他们要Proposal 你可不可以做我的伙伴 那他们其实选择这些鲜花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就是说要要求 或者是有没有特别的 不同的arrangement 你说选择当然了 譬如说我们是有经验去帮她选择 因为每一个年轻的男孩 他进来买 他都不是很清楚要选择什么 很战战兢兢 又很怕买错东西 那个女孩又不答应 那我们都要介绍一些 是比较大老一点的花给她 那很多时候都会成功回来的 那另外为什么会有Promp呢 就是在毕业之前 因为已经很辛苦了 临考大学之前 每个人都很用功很用功去读书 那学校就是想着 他们进入大学之前 大家聚一下 然后就有一个party 去大家再加深认识 将来还可以延续到他们的友情 是的 那跟着这个Promp 跟着是graduation之后 各自可能去不同的city 不同的地方去读大学 所以大家在毕业之前最大的party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Suzanna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比如如果是他们参加这些party 如何去选择这些鲜花呢 选择那些鲜花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竅门 譬如你穿涂红色的衣服 我们选择那些花 是一定要配合那件衣服的 那就是男生也要花 女生也要花 那在电视机的画面那里 我们是有一些图片 是给你们看到 是他们会选择什么花的 那我们到时就 我们看一下图片 看看其实有什么花 可以给他们选择 而最大路的花是白色的 是白色 第一集这个是什么花 这个就是一会儿我们会说的 就是毕业的时候一束束的花 这个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 就是手捧的鲜花 是 没错 那这一盏色是男生和女生呢 刚才那盏 这些是视乎毕业的年轻人 是他平时喜好什么颜色的 父母是会真的很识心 有时候会选择一个多宗的 在我们的店 这一盏我觉得真的很喜欢 原来很温馨 这个最特别之处就是那些满天星 你们一向看到的都是白色的 但是这个是紫色的 满天星不单只有紫色 有蓝色粉红色淡灰色的 原来有这么多种色的 而且这个配搭得很雅致 是 非常好看的 接着再看这一集 刚才这一集很多时候 就会送给会计师 做医生那些 是比较雅致的 他们是喜欢选择药的 例如你去参加 例如有子女 可能你是病院职业 或者是法院职业 可能选择的鲜花 比较是这种类型的 对… 没错 比较鲜庄 原来有这么多选择和讲究 这些类型的花是适合什么的呢 這些多數是送給一些比較文靜的年輕的女生 因為她的顏色偏向一點點女性化 男生來說很多時候會選黃色、橙色那種顏色 反而男生還這麼鮮豔 黃色、橙色 這個呢? 這個有點像新娘花 這些很多時候是多謝老師她這麼努力 去把所有的子女教育她們成材 很多時候這些會送給校長或者老師 原來有這樣的分別 我們就看看這一集 這一集很多時候是外祖母、外祖父買來送給他們的孫子 為什麼呢?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她們知道那些孫子比較喜歡簡約 我們在加拿大經常說simple elegance 但是她們又要遺傳我們中國人的思想 所以那些紙包是比較有一點顏色的 有點紅紅的 是的 你說得非常有道理了 好了,這個這麼細窄的應該是金花 這個就是剛才我說的金花 比如有些女生喜歡這件衣服比較簡單 好像A字裙 她的花是比較誇張一點的 拍照出來會比較漂亮 就是這個就是金花戴在… 戴在手上 戴在手上 其實你看一下 手臂戴的衣服 是很少會戴在衣服上 因為那件衣服很多時候 她們買的都是比較偏向高價的 她們不想或者… 我們會把它弄壞掉 這個剛才是粉紅色 這個很漂亮 這是一套 是男生、女生的 是配合她們的衣服 那男生、女生有時候畢業點禮 男朋友、女朋友都會… 不,這個就是禮拜 她們去那個大的派對 對,去禮拜的 就是女生和男生的派對 沒錯 那大家配合一起的花 原來這麼講究的 是很講究的 而且她們很多時候在店裡 也是選擇很久 因為她們不在行 而她們也要去短訊 或者打電話去問對方 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要去找到最好的答案 那現在我們看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就是有時候 她們又比較害羞一點 又不夠膽去問對方的 用一個比較大陸的顏色 那這個比較大陸化一點的 不會有任何錯誤出現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譬如男生會買給女生 女生又會買給男生 以示感激對方的邀請 對,其實現在的小朋友 他們這麼小的時候 原來在高校 他們已經要學會這些 如何去請求對方做自己的拍檔 這些其實培養了她們 將來就是背入自己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將來求婚 這些經驗都是從這裡來的 對,沒錯,沒錯 剛才你說的這些花 就是他們高校的桃 其實如果你是大學畢業 其實情況有沒有不同呢 選擇這些鮮花 大學畢業的多數都是比較 選擇一些顏色比較簡弱一點 因為已經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他們去讀畢業 他們不再要花校的東西 不像是年輕或者是小孩子的時候 然後所有色彩繽紛的東西 都是比較淡色一點的 喜歡比較淡色一點的 其實作為父母 送一些簡直的花給自己的子女 畢業你其實都是一個學問 是的 有時他們經常都說 可能年輕人的眼光跟我們做父母 可能不同 所以其實都要從Suzanna的訪問中 都可以了解多些年輕人的心態 他們的眼光 他們喜歡什麼都非常重要 是嗎 因為他們進來買花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會去問他們 請問你是哪一個科目畢業 我們去決定的 去給予他們意見 是的 所以其實有時一些專業的意見 是幫到我們很多的 亦都令到那些子女 他們覺得很開心 原來是父母 選擇的花是這麼適合自己的 有這個眼光的 都非常之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買花 現在這個時候 多數都是畢業禮的時候 都應該是非常之緊張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那些家長 亦都說不要到最後一刻 才去想送什麼花 提早一些時間 去準備都是非常之好的 Suzanna再跟大家說一次 如果大家想詢問 或者是找你們買這些鮮花 怎麼可以聯絡你們呢 是 一會兒會在電視機那裡 我們會有資料的 另外再說一次 我們就是在Fayville Mall 我們的電話是416-502-9000 我們在Ethan Center 也有一個位置 就是416-351-1111 無論是住在Downdtown 或者是住在Midtown 還有朋友都很方便 Ethan Center也有這個地位 在Fayville Mall也是有的 是 今天再次謝謝Suzanna 上來接受我們訪問 也很感謝你帶給我們這麼多的資訊 謝謝 謝謝你Michelle 謝謝 Thank you. Bye-bye.